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來到我們的今日專題 今天的新聞專題就講土耳其 現在在我們錄影的時候 土耳其就是在前日發生過大地震 所以其實現在就去忙著救災的工作 但其實在地震這件事就掩蓋了土耳其之前的其中一宗大新聞 這宗大新聞就是在2月初的時候 在地震之前就講到土耳其就和9個國家的領事館關閉了 而這9個國家就...讓我先讀出來一次 就講到美國、瑞典、比利時、法國、德國、意大利、荷蘭、瑞士、英國 我解釋一下 其實天災這些東西是沒有意義的 但現在這些就有 死人就算了 死人不是一件大事 好像那一件大事 但你真正會拍到地緣、世界政治、以後的狀況就是這些事件 中國曾經在春秋時代的事件 是否忘記了硬子還是為什麼 他死人催樓他不來 然後春天失收?大件事 明白嗎?就是這樣的事 剛才講了9個國家 如果大家去看這張圖 我弄了一張圖 紅色的地方就是和土耳其之前是關閉領事館的國家 我弄了這張圖的時候 我就想起 如果以證監會的說法就是一致行動人事 看到這9個國家所做的事 其實這9個國家 在說國外交風波 發出了旅遊警告 當然這些旅遊警告 就是任何急 那個地方可能是有恐襲 或者有對遊客不利的事件 很明顯是一個政治事件 很明顯是一個政治事件 不是旅遊警告 恐怖警告 當然西方 剛才看到的主要是西歐加美國的陣營 為什麼會有這件事發生呢? 如果近一點的話 不妨看看在一月底的時候 在瑞典說柏勞丹 柏勞丹 柏勞丹是何許人也 其實他有丹麥和瑞典雙重國籍 然後柏勞丹在瑞典成立一個極右翼的政黨 叫強硬陣線 他在一月底的時候 在土耳其駐瑞典大使館的門前 焚燒可蘭經 其實他燒可蘭經不是第一次 在2022年去年 俄烏剛剛開始說的是在芬蘭和瑞典 想入北約的時候 大約四月的時候 在瑞典的時候有一個騷亂 而當中也是有他的身影 當時也是在燒可蘭經 因為這件事 觸發了全球的 穆斯林世界的一些反對聲音 特別是在土耳其那裡 因為土耳其當中 有差不多八成都是穆斯林人 其他就是東城教 對 對 而至於其他天主教的 只佔很少數 最重要的是 因為普耳其是惡圖萬帝國的流傳 他裡面變了一個 假設我們假設 好嗎 假設中國呢 是當初的時候 是照著 照著孫中山 王興他們的革命藍圖去做 驅逐滿爐 恢復中華 假設他們當初是成功 成功地打倒什麼 而不是滿清政府順位 而是元世海退位 當時的中國 只會拿回 南七不六十三省 明朝才是 只會拿回整個中國本部 於是東三省 新疆 西藏 全部都沒有了 那就是代表土耳其 哈哈 即是惡圖萬帝國人 土耳其的關係 大概就是這樣 因為他們第一次 世界大戰 就是打輸了 所以就被人 剝掉了 但安梅爾將軍 即是打了長將 他就要回一個小的狀況 所以就變成這樣 但是因為他們當初的時候 他們是一個大帝國 因為大帝國必然 會有很多宗教 因為一個大帝國 你無法作為一個宗教 你一個小的 你就可以 你一個小的 你就可以用一個 譬如中國 可以用儒家文化 去統治整個中國 但是呢 你用儒家文化 其實是無法統治中國的 那你怎樣統治牧斯林 怎樣統治新疆 西藏 所以你唯一能夠統治中國 就是一個普世價值 就是共產主義 你不用共產主義 你用中國文化 你儒家文化 你統治不到整個 這麼大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用一個更大的狀況 但是土耳其 當他小了的時候 他曾經試過大帝國 於是就麻煩了 你呢 到最後呢 你呢 到最後 他一邊變得小 他那堆普世主義 你變得小又不是 就是說 他那段時間 你已經是這麼大 他曾經試過 他永遠是有一些 不是牧斯林的 所以那堆人 就覺得草耳其 應該變成一個世俗化國家 還是變成一個 變成一個 宗教 但是呢 岸末爾就將他變成一個 世俗化國家 企圖 一個小的 小的 國家 但是仍然是世俗化的 是的 之後他仍然是用一個 大概是一個比較普遍的架 因為當時全面是新西方 其實共產主義 都是西方傳來的一個思想 所以岸末爾就會選擇一個這樣的革命方向 所以呢 就是令到現在 但是現在發現那個方向 不是可以走得通 因為現在其實 應該是 葉劉淑儀的師傅 就是 Larry Diamond 就是 大家都認為 很擔心民主退潮 或者之類 大家都覺得 退潮的時候 大家當然是 造反 就是 想踢走 因為本來他加入北約 土耳其後來加入了北約 都是一路想趁勢 但是現在 大家 大家 是 覺得 不好 所以兩度勢力 是一直在爭持著 其實很多國家 都在現在的世界 都是兩度勢力在爭持著 比如說 韓國 菲律賓 就是經濟勢力 和政治勢力在爭持著 土耳其也是一個這樣的狀況 是 土耳其 由 從岳圖曼帝國以來 走勢 或者是 惡斯曼帝國 因為我們的老病 一定是說惡斯曼帝國 現在通常叫做惡斯曼帝國 是嗎 我也是看回英文名字 因為是Occuman Empire 所以你一定會這樣 但問題 應該按照土耳其文 就是惡斯曼帝國 明白 正如土耳其英文名字 要改 火雞 說中火雞 雖然 你說他現在 就小了很多 但他依然 這個大國之夢 是依然 這樣說 東彭西波 南甲 北 南三 南三 北甲 全部都 其實本身是沒有大國的 所謂的 就是你沒有大國 你沒有大國的命 就要做大國的事 是 其實 南三 比較像 是 說到土耳其 說 由 瑞典這件 焚焦可能經事件之後 土耳其 說的是 艾爾多安總統 艾蘇丹 艾爾多安 在兩天之後 1月23日 就說 瑞典就不要指望 土耳其會支持他 加入北約 說得這麼實 說到瑞典 當然他也是 後來有少少包底 其實是6月份大選之前 說土耳其 就不會支持 瑞典加入北約 但他支持芬蘭 因為芬蘭和瑞典 想一起入 他們兩個都綁在一起 說我們是想一起入 但現在 土耳其就有少少分化打擊 專門打瑞典 是 那 瑞典 他們本身 入土耳其 入北約 這件事 本身已經是一個 非常可憐的 是一個權宜之計 大家都知道 大家是同藏異夢 是 所以 這件事 由去年開始 這兩個國家 一直想入北約 土耳其 一直都提出 不同的條件 說的是最大的 對的 最背後的那件事就是 庫爾德人 土耳其一直都想要瑞典 去引渡庫爾德人 甚至乎 加上立法 去保證不再支持 庫爾德人 但這件事 一直在瑞典都沒有很正面的 他絕對不會 因為庫爾德人 否則他會違反他的民主 本身的一些價值 本身的一些基本理念 所以瑞典是很難做的 當然 後面又背後的美國 先夾著 瑞典你看 諾貝爾和平長的頒布 你已經知道 他本身是一個美國 本身是一個美國的附庸 因為現在 小國沒有辦法 所以美國很支持 美國不停去宣揚 去宣揚 小的小國好 大家不停 鼓掃去分裂 最好只有他一個做大國 其他人全部都是小國 這是美國的 其實現在 到了今時的日子 大國好處 大國才能夠維持自己的生命 你一個國家 沒有得五千萬人口 五千萬人口以上 五六千萬人口 你沒有辦法留一個比較自主的 我自己知道 一個必要條件 而不是一個充分條件 你如果沒有得五千萬人口以上 英國、法國 你沒有辦法能夠自主 澳洲有兩三千萬人口 沒有辦法自主 因為研發、科技等 你一定要去到某一個限度 才能夠做到 如果不是的話 你很難有一個自主 即是說 你是任何國家打你都會重傷 任何國家要滅你 要打你都會重傷 你到伊朗 這樣的狀況 你才可以 如果不是的話 人家很容易 一兩千萬人口 一兩三千萬人口 人家很容易欺負你 土耳其 因為瑞典這件事 跟瑞典差不多可以反面 至少在短期之內 所以 剛才說到的九個國家 一致行動人士 以這個 行動人士 以一件這樣的事 就算是一種報復的行為 他又不可以 公開地跟你抹面 因為你始終都是北約成員國的其中一個 是 但你這樣的話 是令土耳其更加離心離得 是 如果這樣的話 土耳其更加不騷擾你 如果土耳其已經是不想騷擾你 你想土耳其是 你想把土耳其拉進來 還是什麼 你覺得富耳得重要 土耳其 因為美國整個西方集團 其實他們一向都不打土耳其 他們不會甘心跟土耳其同藏異夢 他們一定要想辦法去推翻你 推翻證室 然後 黑概港妖公 所以 印度 越南 他們打到車一式 他們運一式是不行的 土耳其是運一式 運一式是不能做的 所以他們必須要切辦法 是不是都要 是不是都要推翻那樣東西 是不是都要 明明那樣東西搞好 我們認識一個朋友 認識一個朋友 認識一個朋友 是我們認識所有朋友 把溝女最差的 OK 但他很有心的 只是差而已 他是人家已經介紹了一條女兒給他認識 是說了所有的事情 是 你已經和你吹了你是一個 很有身份學地位的人 又對娛樂事業 很有興趣 又很想投資娛樂事業 那些 他說你不用理他 一見見他坐下喝茶 然後說 上房了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 有人說陳冠希的故事 因為我講陳冠希 追女兒很厲害很厲害 有私人來最近的就是 他直接一收到 因為當初的時候 他一釋釋到 他一釋釋到 李彩華 OK 直接發訊息給李彩華 可以 對著 李彩華很害怕 被人說陳冠希 這樣 後來我看一周刊報道 就是這樣 向來他都是這樣的 關分 我說很直接 很離譜 是 有人跟我說 他說 更離譜的都沒見過 他說有一次他 親眼見到陳冠希 去到 去那些 淘點 跟一條女兒 兩個互相打量 是 看了一眼 跟著陳冠希說 走吧 哈哈哈哈 剛才我之前說過 你說有一個 扣女好差的人 對 扣女好差的人 人家就跟他 遇到所有的事情 跟他講完所有的事情 那就是 就是 大家 都溝通好所有的事情 他說你什麼 但是他 因為他做娛樂 所以很容易 但是他到最後 一來就坐下 就跟那個人說一大堆 道理 是 就是 他對抱負 怎樣 你這樣做女生 是不行的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抱負 那個女生說 我真的不相信 就是要抗爭 我沒有辦法 我立刻離譜 他說 蛤 蛤 蛤 我們已經說好所有的事情 你都這樣 亂亂亂亂 就是這樣 他是要全力 這是美國的 你是要全力 如果你已經搞好所有 你是要推翻一個政府 就是大家 就是 大家 害怕了 你明明搞好 你又要不好 不如我們又要重新 中國 中國就是這樣 中國其實本來 跟你做朋友 是沒有關係的 你 你 你無端端就要放一些東西 在這裡 看回你的政府 他一定會這樣 除非你說好聽話 沒有辦法 可以做到 就是拿著四條紙 都被人解僱 被人解僱 我昨天拿著四條紙 三隻 三隻 三條紙 四條紙 那就是 一天傾 有些十 啊九 結果那個女生出啤 每天 每天 走三四個 什麼 四五個 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完全沒有了 所以你就是那些 一手好牌打爛的 那些 我沒有關係 別人先走 那些走平 你怎麼辦 我四條紙三條紙 然後沒有了 五個散牌 四條紙三隻 六個散牌 然後走平 我完全沒有了 是 那所以 說回土耳其 土耳其 他一直以來 給北約的統戰價值 在於他的地緣優勢 就是他夾著 這個 浦斯布魯斯海峽 在 頂著黑海那裏 其實是說土耳其 還有他就是一個大國 還有他其實 土耳其 現在他還在北約 在歐洲 的地位 其實整個 脫過很多土耳其 新移民 很多都是土耳其 的人去做低下階層 是 所以 他和那裏 整個歐洲的關係很密切 是 但是我們之前的 都 今天的書題 都講到 他一直排不到 入歐盟 沒錯 所以這件事之後 剛才我們講到 一路以來 西方 或者北約方面 對 土耳其的態度 我們也講一下俄羅斯 對土耳其的態度 俄羅斯對土耳其的 拉攏 在2022年 自從俄互之後 越來越明顯 可以做一個對比 土耳其 他是北約成員 在北約那裏 有些不受待見 純粹當作是一個橋頭堡 頂著俄羅斯 但是俄羅斯對他的拉攏 是挺肯出錢出力的 為什麼呢 就是在去年 十月底的時候 俄羅斯 普京 親自去找魏多安 去通電話 說 要將土耳其 打造成一個天然氣 樓 也就是說 將會出口 去歐洲的天然氣 很多都會經土耳其過 土耳其 其實土耳其本身 沒有什麼 特別的天然氣資源 他不是以一個 天然資源文明的地方 但是 至少俄羅斯 都很願意給他一份 這樣的大禮 很奇怪 這個 人們說 周遜 經常都 用溝女 去比喻所有東西 這個也是再不例外 你會見到 那些很有錢 那些 很有錢 又英俊 那些富二代 溝女 從來都不用成本 但是那些窮人 溝女 我認識一個女生 跟我說 她說 那個男生 約他去澳門 去澳門 拍照 她一去澳門 她說 一去到碼頭 就說 買兩張直升機去飛 她說 那些人都是 只要給你一個人工 就說買什麼 你會發現 美國是最有錢 但是她肚子都買不出去 那些富二代 也不會洗幼子 在女生身上 她是帥哥 富二代 什麼要花錢呢 這些窮的人 窮的人 又沒有錢 就是因為不帥 所以你才要溝女 才要成本 就是靠物質 沒錯 美國都是這樣 從來都不用錢 所以你會發現 她對所有歐洲 她還要挖你錢 還要請你吃飯 還有什麼 就是從來都是這樣 還要找個七品官 過去意氣指使 沒錯 沒錯 你應該是用這種方法 所以你會發現 俄羅斯是中國 那些被害羞丟本 所以俄羅斯一直都很丟本 去拉攏土耳其 包括之前說的 俄羅一直在封鎖的黑海 之後一開始 可以重新運輸糧食的時候 第一站都是說土耳其 和朱利亞 所以你看到 土耳其都很下血本 去拉攏 俄羅斯都很拉攏土耳其 而且有一個再遠一點 看回2016年 2016年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2016年的時候 土耳其就發生了一個政變 這是一個很大的事件 就是和北約 或者主要是美國 是一個決裂的時刻 看回2016年7月15日 當地時間 就有一個政變 而當時的阿爾多安 就是杜韻加 就是講軍方的政變 但是呢 幸好就是阿爾多安 用當晚的時間 去到凌晨的時間 已經是差不多大部分都平息了 據說呢 就是 傳言呢 是講到很juicy的 就是說 普京就打 直接打到阿爾多安 阿爾多安 是不是這樣 是臨15分鐘之前打過 你現在立刻走 你現在立刻逃亡 立刻逃跑 如果不是你就糟糕了 就是講到很灰星灰星的 他說 他說 我是你朋友 你要相信我 我傳言是講到 這麼演義式的東西 是 這是很dramatic的說法 沒錯 很戲劇性的 看回當時的情況 一直以來的原因 是美國一直都是 拿著來居倫運動 一直想去推翻土耳其 所以他搞了一個政變出來 當然現在的政變 一直以來都沒有一個結論 因為土耳其也不敢大聲聲說 一定是美國搞出來的 不然他立刻就要反應 不然你就會立刻要撤出北約 你如果這樣說 他在利落發動 你一說 你就沒有辦法不撤出北約 回不了頭 所以土耳其當時 因為這件事 你可以說他和美國是完全反面 當時土耳其當然最多是說 美國所包庇的國難 居倫運動等等 你解釋什麼叫居倫運動 居倫運動 其實就是在美國 居倫運動 剛才說到居倫這個人去發起 他是一個恐怖組織 一直去做的事 都是自在推翻土耳其政權 現在居倫這個人還在生 在美國 但他聲稱在中東 伊斯蘭國家 有五百萬的追隨者 所以土耳其一直都 土耳其有八千幾百人口 八千五百萬人口 沒錯 他和德國人口的數量差不多 是 稍為多一點 但他生孩子應該生得多 是 但是沒有人移民 他們很多移民 移民走了 所以這個居倫運動 其實土耳其一直都想去引渡居倫 回國內 但當然美國就保持著 保持著他 看看有什麼作用 所以 剛才說到俄羅斯 在十五分鐘之前 打電話給魏當安 亦都是因為這個 政變這件事件 所有 本來土耳其 都可以說他有一些親美 至少政府裏面都有 不少親美派 這裏就完全是大清洗 或者他軍方 或者是很多政府高層 都是因為今次 那次2016年的事件 是為他清洗 所以回到這裏 現在土耳其 雖然身在北約 但和盟主美國也不適合 但是俄羅斯方面 又很出力地叫長腳 所以現在 在這件事上 雖然暫時因為地震暫停了 但這件事是會保持著進行 會不會去反對瑞典芬蘭 甚至乎更大些 就是會不會去反對 有時北約去做的 對俄羅斯的過烏的措施 是 所以 大師怎麼看 如果你說土耳其 現在這樣的狀況 在俄烏的局勢裏 如果你說西方想介入 當然可以經波蘭那條路 但是如果土耳其這部分 他不太一起玩的時候 會不會影響到俄烏方面的局勢 應該這樣說 在俄烏局勢 土耳其的作用就不太大 但問題是 土耳其在北約的局勢 整件事 整個大戰局的時候 看一盤大棋 他這樣怎麼走 這個是代定的 我想土耳其雖然是這樣 他的情況做得很尷尬 他會知道 這個叫做 英美鬼畜 不是英美鬼畜 這個叫做 總而言之 他們是基督教之 亡我之心不死 他們在說 至少一定不會對土耳其的狀況滿意 但問題是 如果俄羅斯和中國集團 中國集團走得太過 打得太過不好的時候 他們都被迫著 沒有辦法 都是狗言殘喘 狗斜偷生 所以問題是 現在其實 美國就 拉攏整個歐洲 和日本的大聯盟 而中國就是 在做 中國俄羅斯 中國俄羅斯 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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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我,我有時去看土耳其,我覺得土耳其有些心去養購自重 如果不是的話,橋頭堡的統戰價值是沒有的 如果俄羅斯真的完全收檔,被打死了 俄羅斯打死了土耳其就完蛋了 我想大家會明白俄羅斯和中國,除非他們都太蠢 大家會明白俄羅斯,如果中國倒了,萬一倒了 越南,就算是印度也不能長全 越南,印度,整個都不能長全,就會給他們什麼 他們自己的國家和文化都會滅亡 所以這件事就是借了瑞典日北約,或者瑞典焚燒可能經的事件 再一次是說阿爾多安,看看如何和北約做一個碳牌 至少是,不要說是碳牌,只是叫價 我想,大家很難會同意 因為土耳其,他們永遠都不會忘記 土耳其是一個穆斯林國家 這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現在土耳其一直在說反美浪潮 大家會看到一些新聞,包括一些政府官員 都有一些比較出位的言論 沒錯,沒錯 直接指著美國去罵,他的英文是說你的dirty hand 但他那個不是英文,所以我們沒有問題 我們看到你是英文翻譯,因為我們不懂得土耳其文 對,所以現在喊爾多安,喊蘇丹去處理土耳其現在的局勢 所以看看現在這件事,剛才我們說的那九個一致行動人士 可以怎樣做 我們找人有機會說一說土耳其作為,或者是整個特決 整個土耳其歷史的狀況 由鄂圖曼,鄂斯林 由特決開始 由特決開始 他們自己的思維點 他們要組成一個大的土耳其斯坦 Turkistan之類的事情 所以他們本身是一個大國夢 西方就覺得怎樣做 希望他的大國夢是irritate 新疆 但是又想打擊他的大國夢 所以西方是怎樣想的 所以他和中國的問題 因為土耳其斯坦 特決斯坦 特決斯坦 就是想回奉特決的榮光 他們有幾種方法 一種是維持土耳其 一種是大特決 一種是維持鄂圖曼 所以有很多種不同的狀況 鄂圖曼就是很多東正教的地方 所以現在繼續看看 無論北約美國 甚至中國怎樣去 你說拉攏也好 怎樣去打擊毅當安也好 當中的尺度怎樣拿捏 已經是一個很好的話題 沒錯 我們今天的專題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拜拜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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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